伸仗者找工作要和一般人竞争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新北推行了非典转正职的计划 主动协助伸仗者找工作 让非典青年也能够在职场上贡献心力 而目前在惠尔普公司上班的Andy 他就是一个很成功的例子 一些洗衣机 他的因为洗的关系 混同洗的关系 会割伤衣服 衣服会卡在细缝里面 但是我们这台迷南执行不会 这不是广告时间是Andy工作的环节 来惠尔普上班已经10个月 从陌生到熟练 现在已经得心应手 他们就业服务站也帮了我很多 就是安排课程 然后还有一些就业上面的辅导之类的 然后在上半年做一个充实的 就是他们就业服务的之下 就下半年开始努力充斥 从事开始积极的投地履历找工作 也很感谢三重就业服务站 跟惠尔普这边有没合到 只却有开到就业服务站那边 因此我找到了现在这份工作 手顺直来摸一摸看 你有没有心跳无法 有没有说法我都知道 市长会把卖 不是把卖 我会策谎 看起来不错 心跳正常 好 要开始跟你喜 侯友宜说他会策谎 要确定Andy要实话实说 来这里工作可以吗 完全可以吗 一切还蛮顺利的 到截至为止 还有两个月就满一年了 对对对对对 就是去年的时候 去年快满一年了 快满一年了 对 有没有总经理对你好吗 所以希望对我们这些 非典型的政治里头 我们希望能够好好的做 其实他们仍是有很多的 不一样的经历 再加上一些 我们也不够能够 找到一个政治的时候 我们希望同种 还给我们多多鼓励 多多支持 除了就业服务站的协助 以及企业的支持 纯工最重要的 还是得要靠自己 一定要勇敢踏出第一步 你如果没有亲自去申请 亲自去寻找资源 这些机会都不会去属于你 所以你自己可能就是 要踏出那一步 去做争取 所以才会有现在这个机会 坐在手中这样子 记者沈志勇 新北市采访报导